今天講一條港幅道 這條路很奇怪 分為兩段 兩段都不連接通 它分為兩段 東那邊有大埔公路 至遠州債段 南運路交界 經港幅球場 大埔中心等地 西到北盛街近人興街 另一段有大埔舊區 東起由丁角道 寶瓦路交界 西至丁角道便電站 泰和村 新和流對開的匯旋處 很奇怪 這兩段都不通 就留到大家討論 什麼時候會開通 這張高高的地圖 這裡有港幅道 到最後和北盛街連接 對面也是一條港幅道 這條港幅道 連接寶瓦路和丁角道 中間是一條臨村 隔著的 如果大家住在大埔 就很熟悉 很熟悉這個地方 這裡有車路 這裡有一條 天橋給過去 這裡有一條南運路 去另一邊 我們看看衛星圖 這裡是港幅道 這裡是臨村河 這裡是行人天橋 這裡是車路 這裡是車路 光幅道 對面這條也是光幅道 兩條路是不通的 你看到是不通的 兩條路是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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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給大家看看 這條是港幅道的街景 前面是連接北盛街 右邊是臨村河 看到這條港幅道 連接北盛街 這條天橋 大家應該很熟悉 住在大埔 對面是丁角道 對面也是港幅道 大家知道 港幅道 這裡是泰和廣場 所以這兩條路是不通的 很奇怪 為何會建成這樣 留給大家探討 會不會有一天 整條隧道穿過臨村河 就連接在一起 就方便居民出入